是第三胎 我刚知道的时候 心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 有的话一定会想要保护她 然后把她生下来 但是第三胎 各种原因方面 包括自己的身体 负担其实很大 我跟老公讲的时候啊 老公其实 他一开始也是很正经 他当然就是也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跟我讲说 他非常喜欢小孩 从他没有小孩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家里有很多小朋友围绕他的话 他会觉得很开心 虽然小孩真的是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不容易带 但是我们其实都很喜欢小孩 然后也都很 也都把就是有小孩当作是 非常幸福很棒的事情 其实 其实很辛苦 那我现在会很难过 因为他知道我身体的状况 所以他也不会勉强我 我们就是很幸运 刚好就是 生了两个小孩 而且一男一女 婆婆她也从来都没有给过压力啊 就是我们也都 没有希望就是要他带怎么样 但是他都会主动 我现在也快要40岁了 我知道就是这会更辛苦 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心里 是非常非常的 複杂 就是因为有各种点 我自己体质不是这么的好 过去生两个小孩的过程 也是非常的艰辛 从怀孕一直到生产 一直到复原 在复原啊 然后各方面就是都比较慢 在我记忆点里面 那个过程真的是还蛮 蛮辛苦的 但是因为小孩带给我们的感觉 我们真的觉得是很幸福 那我现在想到会觉得很难过 是因为 其实如果 再怀孕算来 这一台应该要叫做 第五台才对 生第一个之前 其实有 流产过两次 那第一次是 胚胎萎缩 就是所谓的自然淘汰 那医生说自然淘汰 其实三个妈妈里面 会有一个妈妈发生这件事情 那我想应该也很多人 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她无法成长 没有心跳 那她必须要淘汰掉 必须要留掉 那我第一次的时候 做了人工流产 第二次的时候呢 是自然流产掉 在我还没有 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就留掉 所以那时候 我其实就完全没有 抱就是生小孩的希望 其实本来就没有 觉得好像自己会有小孩 所以有小孩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还蛮感动的啦 第二次的时候 医生说 她只有四周的大小 那时候我心里 整个觉得 复杂到 我怎么会 一开始在怀孕的时候 是你这么的复杂 我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 我原本真的很希望 就是 她可以健康顺利的成长 然后 很幸运的可以再多一个小孩 刚刚这个也是我们没有计划的 两个小孩也都是没有计划的 那总之今天已经八周了 如果说她没有心跳 那就必须要留掉 那 其实上周我有问医生 医生是说 就是吃药 她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就会留掉 上周医生就问我要不要直接 丢掉 因为她觉得看起来 就是没有成长 但是 因为过去 有类似就是比较慢 才 才有心跳的经验 所以我想说再给她一周的时间 虽然说 我心里知道那个感觉 多少 似乎不是这么的好 而且 医生告诉我的当下 其实我还 有点无法接受 应该是根本无法接受吧 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无法接受 因为 又不是没经验 又不是 没有碰过 又不是不知道那感觉 今天 八周 我知道八周 就是 没有心跳就 一定是陪她会说 她也无法健康顺利的成长 但对我来说 因为她也是一个生命的感觉 我才会这么难过吧 但是 我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会 有这种 无法接受的感觉 有时候真的就是 太重视一些事情 自己就是自己难过 总之老公她说 她等一下会 带我去产检 然后因为那个产检的医生呢 是 方向下接生的医生 然后 老公也说 她就是要带翔翔去看那个医生 因为那个医生 还问我说 怎么没有把她接生的带给她看 我先准备一下吃个东西 现在坐车去 然后带翔翔 希望等一下不会心情太差 你知道我腰酸背痛我不行 等一下 你就现在吗 对啊 腰酸背痛到一个躺睡很难受 我要爬睡 爬睡肚子又不舒服 你知道妈妈很累吗 嗯 我还不知道 嗯 不知道 妳说我不知道 她完全就很无所谓啊 妈妈 你可能可以吃完华为吗 嗯 好累哦 我这几个礼拜 每天累到不行 所以十里小时还是一直很累很累 但是中间会一直爬起来 因为皮尿 累到 啊 啊 我脏好 我脏好 还是没两发哦 嗯 嗯 都没出血 没什么都没有 一点迹象都没有 没有 好啦 那这个要弄药 给她直接吃人家 这痛苦 这把流出来 好吧 就这样 等一下也洗了 好憔悴 加油 赶快恢复 好 我要看到你上集前 看我的样子 哈哈哈哈 所以才非常的大美女 子宫说是这样 RU486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Apano 是一个黄体素接受器指控器 就是你吃的小孩子就会死掉了 可是你不希望你本来就是坏掉了 所以你吃的是第二阶段 你是说 那有分要让小孩死 如果他本来是有 他不想要小孩 对他第一阶段吃的 就是先让他走了 所以吃了他要分两次来 吃了可能36到48小时小孩子就走了 然后再来吃第二阶段的药 所以你直接就是吃第二阶段 我直接吃第二阶段 好那这样的钱差很多 第一阶段的钱最贵 要六千多块 第二阶段这个再一百块 管制药品是第一阶段的药 那不能随便让人家拿走 第一口先喝 让整个嘴巴是湿润的 再晃三颗在舌下 他就会慢慢从我们的舌根这边吸收 这样效果最好 含二三十分钟以后 没有吸收 只剩下一点点而已 你就一口水把他 吞到胃里面去这样 然后接下去三四五个小时 你就会开始痛 每个人怀疑不一样 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有人甚至要等到明天 你那么小流血的量 一定比夜精量多一些些而已 痛呢 流产的痛 只是比夜精来痛 多一些些而已 然后就过关了 好不好 你知道吗 但我以前 月精痛真的很痛 那比他再痛多一点 可以吃止痛药吗 不要吃止痛药 效果会不好 因为他的子宫收缩 你就把他影响到收缩 忍一下就过了 真的 而且你的痛 痛不了是因为你是美女 美女都怕痛 哈哈 我一辈子跟女生为伍 女生怎么样 我那么清楚 你说稍微忍一下 美女 咬我就可以了 咬你好 你说的 你还不能替我咬他 我没有力气跟他塞奶 哎呦 好啦 赶快处理 我也觉得拖酒对你不好 这两三天都会再流血 然后 一个礼拜之内一定要止血 后来给我追踪 我看你们完全流干净 那个黑的你们不见 然后我看 欸OK 过关了 我再教你怎么补身体 好吗 多休息 所以这礼拜可以吃那种 什么小产草还是 我是觉得先不用啦 就正常吃 所以正常吃 免得他有太多 加了一些补的 你出血就不容易止 嗯 补太多血液太多 他就一直在流血液 止不住 我们是完全确定他已经流产 再来补还来得及 好吗 好 好 我先来洗个头 因为我觉得应该 我会很不舒服很多天 所以 就是 至少先来放手一下下 也洗好头了 这 几周也真的睡得非常的不好 通常第二胎之后 只要 只要 子宫长大 就会很明显 看 其实有一些 呃 胚胎完全没有在成长 慢慢会变成不好的组织 如果等他真的组织坏掉 然后 呃 东西在里面 对子宫的影响 也会非常的不好 所以就是建议 还是吃药 或者是手术 前几年 医生比较多会建议说做手术 刮除会比较干净之类的 但是这几年 似乎医生都是说 就是吃药 就可以了 因为下周还会追踪 有沒有排干净 所以就还是吃药 因为其实 刮除子宫 痾 当然我觉得不同人 有不同的说法 比较担心的当然 就还是会担心就是 比如说 会稍微伤到子宫 或是怎么样子 总之 我就是听医生的建议 就是先吃药 其实我不赶快处理掉也不行 尤其是这两天 已经痠痛到 实在有点无法承受 因为 震睡 撤睡都没有办法 怕睡 肚子又很难过 这几个月 每天早上起来 就好像我已经 就是带完一整天 小孩已经疲累到不行了 没有办法休息 要再带一次的那种感觉 虽然也不是没这个经验啦 现在真的是 有点连站直都没有办法 有小孩在旁边陪我 我就还好一点 没有这么 这么觉得悲伤 但是其实真的很不像药 如果可以 不要的话 早医生说 3到 5个小时 就会开始痛 不要吃止痛药 他的手术才会好 才会排的感觉 他说有这样的症状 其实我大概吃40分钟 现在就开始有恶心感了 肚子的地方偶尔会有 臭痛感 整个身体更痠痛 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 我疲累感更重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全身发冷 我怎么体质这么差 很多各种小毛病 现在还蛮无力的 还有点发抖 我真的很讨厌自己身体 就是一直都这么的敏感 就在三小时过去 就是一直觉得好冷 然后藏在脸背里面 睡了一阵子 现在比较好了 但还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的感觉 现在快要四个小时 现在开始腹部有点臭痛感 起来是五个半小时左右 刚有好几阵就是 脚痛感 确实很像月经来的那种生理痛 但是就是臭痛的感觉 脚痛的感觉 是稍微有点不痛 总之我刚起来 是因为觉得 血好像突然崩出来的那种感觉 结果就压着下面 然后冲去厕所 结果就真的来不及 那我的裤子整个都是血 还好老公他又起来就是帮我洗 早知道应该就是先点为什么 没有想到就是会一下蹦出这么的多 因为我刚躺了很久 现在比较有精神 应该要吃点东西 因为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吃东西 下午是有吃一点 好我刚吃了蛮多东西 然后也难得吃了不少零食 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有体力一些的 我就好好的休养 能休息多休息 我不会去想说我还要再有 或者是不要 一直以来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一切都是 随缘 我认为我一直都看得非常的开 该难过的时候就难过 该开心的时候就开心 不该是我的 我也不会太执着 但是我是不晓得 这一次也会让我这么的难过 但是 我想我好好的养好身体 这比什么来说都还重要 更何况我还要照顾两个 可爱的宝贝 其实这几天安安相相都有感受到 我很累 然后不是这么的开心 他们也是很听话 然后也有听爸爸的 不要一直来吵我 然后让我好好的休息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好 很快就会过的 现在要去检查 有没有拍干净 希望一切都OK 你吃了以后抬讨吗 还有没有多血 我觉得没有月经来的那么多 哪有没月经那么多 就是没有流的 跟月经一样多 比月经多啊 我觉得我月经好像比较多啊 真的喔 感觉 那到底有没有流掉吗 看来看一下 看起来干干净净啊 有没有看到 对啊 你看都没看到胚囊啊 我看不懂 还有一点血块 你再让他再流干净 你还有再流血吗 我昨天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了 对啊 所以还是要就是等他排干净一点 对再等他排干净一点 大部分吃都会自己排掉 但我觉得痛蛮多天的 你是美女 美女都怕痛 你说痛蛮多天 我都听听就好了 我还要再回来检查还是不用了 以防万一啦 如果一个礼拜之内 流血干净就表示他自己排掉 你就不用担心 但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干净 一个礼拜 啊如果你干净了 可是你还是担心他有没有干净 那两个礼拜才能咽孕 一条鲜 那就是完全干净 现在不能咽 因为他吃那个是慢慢慢慢下降的 你怀疑河河河河 现在咽还是两条鲜 这两三天如果又有你不要紧张 一个礼拜之内 完全干净就是正常 那你就可以开始补 补两种就好 一个玫瑰事物饮 事物补鲜 一个麻油剂吃一下就好 不用吃到做叶子餐 好不好 叶子餐也都有出什么小产餐啊 不用吃那么好啦 麻油剂吃一下就好 要吃开叶子餐 花了又好几千 我很容易醉耶 呵呵呵 醉会失声吗 现在已经没有人对你会怎么样嘛 你醉了无所谓吧 呵呵呵 不要吧 那总之医生就是说 现在还有一点点血块 要怎样知道还干净呢 就是大概在十天 在自己厌孕 如果出现一条线的话 那就是ok了 因为现在虽然流掉 但是现在厌孕还会是两条线 应该还会再白一点血 所以医生是说 如果一个礼拜之后 他有出血状况的话 才比较需要去找他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收养的 是的 很好收错 但是没什么 还有还是会有吗 那我们将来收到 不然给这些资源 但是我们将来有什么 太快一点 但是我们将来收到